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爸爸 你爸爸怎么办 我爸爸 可能会受点影响 真是不应该把这件事 告诉建国呢 没事 你别担心 我相信我爸爸 应该能够正确认得到 小飞 如果你爸爸因为这个 惹了什么麻烦 需要我帮忙 那你一定要警告告诉我 好吗 谢谢 谢谢 好 早 马总好 早 早 好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很有可能是李海给我下的套 他还能给你下套 他先收买了马林探听到我的底价 然后在拍卖会上跟我闹 让我多出了百分之五十 等签了合约铁盘定定之后 他又拿出事先让人拍好的视频 当众羞辱我 你说得有点道理 这一切都是他早就算起好的 先让我多花冤枉钱 然后再让我名誉扫地 你 不过 李海他不会那么毒吧 你了解他吗 他做过的事情比这个还要毒 你知道吗 是吗 老陈 我要你帮我查一查 李海他到底想干什么 还有 他是怎么收买马林的 以及他跟赵小飞到底是什么关系 周总 你 你还要我当间谍 有什么问题吗 我 我这 他心里边有点发虚 万一 你 你不用虚 这个拿着 你就不心虚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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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在呢 我跟你们这儿好吃的 都是你再吃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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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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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把门打开好吗 爸爸 爸爸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 特别不好受 其实我也很难过 爸爸 我知道作为女儿 我错了 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我不应该不保护你 让你陷入这种 尴尬和非议里面去 其实我一直想 把那段视频删掉的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从小就跟我说 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从小学到初中 到高中 再到大学 到工作 我一直都是这么 做人做事的 你不是也一直因为 我是这样而感到骄傲的吗 爸爸 我真的不想看见你 这么难过 你出来好吗 好吧 我明白了 谢谢黄局 出什么事了 黄局长说你那个视频 他也看到了 流传还真快 他们也承认是咱们举牌在线 也承认是咱们工作上的失误 可是 现在跟周兴的合同已经签过了 集成事实了 改变不了 他们表示 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小菲他爸 你们先继续 你们说的是赵小菲吧 是不是李董上次让我特别观照 那个赵小菲啊 嗯 小菲 你爸爸还好吗 还好 我刚才得到消息 那个视频 恐怕对得很不理 的确有一点影响 他怪你了 没有 他说 我这样做是对的 他还夸我呢 那就好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挂了 嗯 好吧 好 好 这个房间呢我和魏东住 小菲是我旁边 这些大的呢 我打算隔成两间 分别租给两家人住 这个车户也能隔成两间 然后呢 租给两个单身的客人住 怎么样 还满意吧 满意 太满意了 你帮我算一下这个首付需要多少钱 然后月供要交多少钱 好的 我现在就给你算 桑华 还不下班 先把手上这几个案子做完再说 没必要这么拼命吧 不拼命一家老小吃什么呀 你这个月不是已经做了五单了吗 我的目标是二十单 二十单 我一个月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做七单 我看那些老外 好像一个月也就是五单吧 咱们能跟人家比吗 我们是新移民 要想在这儿立脚 不仅得比人家做得好 还得比人家做得好的一倍两倍 甚至三倍才行啊 好 行 那你忙吧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欧阳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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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刚刚好 但是 我还要给您资金资金资金 我会比较努力 您必须 您好 如果我没看到你资金资金 年月份 则会变你 我明白 好的 再见 拜拜 李亥海和马林之间的勾连 我没查出来 哦 不过我查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说 拍卖开始之前呢 李亥把自己名下的 叠峰阁一期的一套房子 给了赵小飞 当真 我问了叠峰阁一期的物业老总 李亥亲自打电话 让他把钥匙送给赵小飞 还吩咐物管所的所有人员 一定要把赵小飞 作为最尊贵的业主来对待 他闹说 他们两个真的有一团 你知道赵小飞的父亲是谁吗 嗯 赵毕公 谁 就是那个拍卖师 拍卖师 这也是个关键任务啊 如果不是他在现场蛊惑我 根本不可能出那么多钱 那你是说 他们三个人是一伙的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又有 哦 还有一件事情 我偷偷地查看了一下 公司的财务情况 半年前了 李海给一个叫媛媛的女人 赚款二十万 媛媛媛 这是她的身份证后码 老婆 买房子的事啊 咱们暂缓一下吧 为什么 我有可能不在现在这个职位上 有声了 好 叫了 如果在这个月之内 我不发放一笔贷款出去 将会有一个中国移民 取代我的位置 凭什么呀 你不是刚刚帮他们 拉了那么多客户吗 那叫蓝储 银行需要的是发放贷款 只有放贷款才能有利润 那 那怎么办呀 其实也没什么 我的薪水啊 待遇啊 都保持不变 反正维持生活没问题 只是买房子这个事 要暂缓一下 可是我 可是我已经把定金都交了 能退吗 定金不退 好 怎么办你 牙疼 人家一说钱头疼 你倒好一说钱牙疼 我不管 我不管你什么蓝储 什么放 什么放贷的 这房子我买定了 你想办吧 没有 对赵碧公同志的工作失误 提出严厉批评 并通告权限引以为戒 二 鉴于赵碧公同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以及对南山县招商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 撤销赵碧公同志国土局副局长的任命 并停职听后处理 三 由县纪委书记李玉林同志牵头 对赵碧公及其家人是否涉嫌受贿 进行调查 柯姐 你找我 坐下吧 不坐了 我还有两篇重要的稿子呢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怎么了 什么事啊 迪海是不是送过一套房子给你 什么 自己看看吧 韩领导今天上午收到的这笔信 而且在网络上 也有很多人发了一模一样的帖子 现在外面已经是沸沸扬扬了 可全是胡说八道啊这个 我问你有没有这套房子 有 但是不是这上面说的这样 我只是借用啊 明记暗送 官员社会可都是这么说的 柯姐 你要是相信这个上面说的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爱怎么处理 我就怎么处理吧 我要你的解释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是了解你 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 有台里的领导 有其他的员工 还有那些看到帖子的那些网民 他们都能相信你吗 他们都能了解你吗 那这样好吧 我上网去发一个帖子 搞个声明 我跟李海没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秉着我的良心 而不是因为奸情 这样可以吗 你听我说 我放你两个星期的假 程海时间这个栏目呢 你就暂时不要参与了 你想听我的职 你懂不懂什么 叫避风头啊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为什么要回避 赵晓菲 你现在代表的 不仅仅是你个人 你更代表的是 我们电视台员工的形象 你整个毁了 电视台的声誉 你不允许你再跟李海 有任何的接触 神经病 赵晓菲 神经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想说的是 你们关心的事情 根本就不存在 我希望你们 把你们的智慧和精力 都放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去 我说没有的事吧 你们偏不信 叔叔 先喝点水吧 爸爸 你 情况有点不对 爸爸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父亲 为什么 对不起 爸爸 视频的事情 我当时只能那么做 您从小就教我 做人要有良心 你为了一套房子你就出卖我 这就是你的良心 你说什么呢 爸爸 什么房子 现在纪委已经开始调查了 你还蒙我呢 我什么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李海给了你一套房子 然后你把视频转给他 对不对 李海没有给我房子 他给我什么房子 我已经去过跌风阁了 你的那套房子 是李海的名字 对不对 那套房子本来就是李海的 你不说是你买的吗 我是准备要买房子 可是当时我 你跟李海到底什么关系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没有关系 为什么你帮他整我 为什么你把视频传到网上 爸爸 我是帮你 好一个帮忙 爸爸 如果这个拍卖会 就这么不清不楚地结束了 你觉得这辈子你会心安吗 将来你想起来 你不觉得心里有愧疚吗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爸爸 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我觉得你正直 善良 公平 淡薄 名利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相信爸爸 一定能重新站起来 一定能重新去 我已经没有机会 重新站起来的 你知道吗 我已经接到了通知 我被提前退休了 你明白吗 什么 我只是问你 在这边 你甚至是 爸爸 爸爸 是爸爸 爸爸是我不好 爸爸 爸爸怎么样 我永远都是你女儿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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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前面也是问题 我没有女儿了 爸爸 我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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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飞 你演得可真好 你每天劝我不要接近李海 让我好好保护自己 我还挺感动的 原来你想把我吃开 自己接近李海啊 我倒都没听你的 你是不是特别地失望啊 你为了接近李海 真的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你你最好的朋友你都出卖 赵小飞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但你呢 你千方百计地把我踩在脚下 好让自己能够得着李海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根本没这么做过 你让我不要出卖自己 但你呢 为了一套房子 你给你爸都出卖 你胡说 我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全部都听见了 赵小飞 你每天装出来一副 兵器律迹的样子 看谁都嫌脏都嫌和气 其实你最脏 我原原至少活得坦荡 我活得真实 我有什么说什么 但你呢 你每天装出来自己一副 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坦荡荡的样子 你这叫什么呀 你这要做了婊子 还要立牌宝 你活蛋 你还哭了 你应该笑才对啊 我费尽了周折 之后就拿到二十块 你呢 你什么都没有费 又用脑子 你就拿到一套房子 你应该高兴啊 你会笑吗 你会笑是吗 我替你笑 来 剑 我替你做错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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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太恶毒了 你冲我来没关系啊 你侮辱人赵晓菲 你干什么呀你 其实啊我也不太相信 但是呢有人写了匿名信 交到台里领导那儿了 你说我不得详细调查呀 对领导得有个交代呀 谁举报的 我怎么知道 那晓菲现在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就这种事情 对于一个 但分有点自尊心的女孩来说 你说会怎么样 何况她又是一个 那么骄傲 那么自信的一个女孩 这事全怪我 我已经让她停职了 为什么呀 你明明知道 她是被冤枉的啊 我告诉你 不仅有人写了匿名信 而且他们还发了 同样的帖子 在网上散播谣言 我现在让她淡出公众的视线 是为了她好 有助于把这个事情淡化 你把人家揪出来 不管花多少钱 我也让她付出代价 好了 好了 厉害 你别瞎掺和了行吗 不是 一个女孩子 为我蒙受了不摆之烟 你让我置之不理啊 对付这些留言的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予回应 否则的话 你是想把他们 闹得越来越大吗 大就大 不来呗 我一定会反击她 我劝你啊 最近一段时间 不要和她接触 以免受人口实 我跟小飞之间 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想帮她 你就得离她远一点 知道吗 我现在就去找她 不是造谣吗 那索性就告她 黎涵 你干什么呢你 你就图自己意识痛快 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到过赵小飞 有没有想到过吴婷 会给吴婷 能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 这个身份证号码的主人 叫媛媛 是一家健身会所的教练 很漂亮 身材也很霸道 她跟李海什么关系 她曾经是李海的 私人教练 现在呢 现在不是啊 据说是 袁要主动 把李海 转给了吉他同事 她来闹呗 有这个可能 以前李海到了会所啊 俩人有说有笑的 但现在吧 互相不理睬 那二十万是分手费 很有可能 原来 原来是李海的私人教练 后来 李海给了他二十万 再后来 李海给赵小飞 买了一套房 然后就是拍卖 媛媛和李海分手 难道是因为赵小飞呢 如果李海 如果李海 因为赵小飞 抛弃了媛媛 那媛媛肯定很恨他们了 绝对很恨 太长 这封密明信里面的情况啊 我都已经调查过了 他们反映的情况 是不属实的 所以我建议 我们尽快地 恢复赵小飞的职位 等等吧 风头过去咱们再说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这封信是污蔑诽谤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无风不起浪吧 谨慎一点总是好吧 我开始啊也是这么想的 希望淡化处理 但是这样只能助长 这些污蔑诽谤 这帮人的嚣张气 如果这个时候 让赵小飞付出了银评 就会告诉这些人 污蔑诽谤是没有用的 我们是要靠事实说话 好 行行行 你啊 不要这么护着你的手下 我不护着他们 谁护着他们呢 你不护着他 一瓶判 我们请去《淡电器》 知道 nightmare 你不要护着他 原料意 reunac 好 你好 我想找一下圆圆 圆小姐 圆教练 圆教练 有人找 哎 你好 你好 你是圆圆 对 好 先生您怎么称呼 周 周先生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会所吧 是 很有介绍来的 那我跟你介绍一下 我们会所吧 我们这里呢 是本市现在最高端的 健身会所了 我们实施的是会员职 一面一面 你是李海的私人教练 以前是 现在他没跟着你来了 我觉得他不堪造酒 所以就把他专给别人吧 好 这样 我带您去参观一下 好 好 我们这里所有的器械 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中国 最好的健身会员 周先生 您二十年前 一定是一个大帅哥吧 经过我的训练 相信您不超过三个月 就能恢复您二十年前的 同学 是吗 当然 不信我们打个赌 我很忙 不喜欢浪费时间 健身是在享受生活 怎么会是浪费时间呢 那我就直说了 你跟李海什么关系 没关系 他为了赵晓菲把你抛弃了 谁告诉你的 这不重要的 你见过赵晓菲吗 见过 那你觉得 如果换作是你 会因为他而把我抛弃吗 这个世界上能把我 源源抛弃的男人 还没有出生呢 我老妈从小就教育我 要把自己的旧玩具 捐献给那些贫困的人 那如果是这样离开 为什么会给你二十年 想用的钱来 咋我的男人多了 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而且 你觉得我像是一个 用二十万就可以买到的你 也许是我弄错了 那你以为 对不起 打扰了 你叫什么来着 周星 兴旺发达的心 周星 你就是那个跟离开 抢地的周先生吗 你知道 在网上看到过帖子 听说过您的名字 但是没有看过照片 那你是过来 聊起他隐私的 他们两个把我害了 那你想不想报复 你什么意思 我这里有张照片 我们一定会喜欢的 薇薇啊 那套房子我想了想 还是不想要 你不是很满意那套房子吗 是 开始开了的时候是挺好的 后来呢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房间小了点 环境差了点 这个周围邻居呢 档次也低了些 那行 那我这边呢 还有一些别的 合适的房源 我再帮你推荐几套 不急不急 我老公啊 也在做一些投资 所以我觉得呢 近半年我还是不打算 换房子了 那好吧 蜜蜜啊 我那个定金什么时候退我 定金是不退的 这是规矩 那怎么行啊 所以 我还建议你买这个房子吧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个房子呢 不是我不想买 是因为我老公被降薪了 所以你要是能把定金 还给我的话 我的损失还能减少点 海伦 这次定金呢 肯定是不退的 要不这样吧 我手里呢 还有一套房子 比你的这套要大 因为他那个业主呢 急着出手卖这个房子 所以啊 佣金给得很高 如果你能帮我把这个房子 卖出去 佣金呢 我让给你一半 多少钱 五百斗 五百斗 我还给你管我 梅儿的生日 哎 吴姐 啊 行 我今天正好休息啊 那我待会儿过来 哎 好嘞好嘞 我定找你啊 嗯 刚才电脑有问题了 让我过去 帮她修电脑去 咱把这房子卖给吴婷吧 你别逗了 人家住的海滨别墅啊 你买你这小房子干嘛 投资啊 让他 投资啊 让他 人家老子卖给吴婷吧 你老公是干嘛的 那么厉害 还用吴姐自己投资 你记住了啊 钱这个东西 谁也不会嫌多 多多益善呢 行了 你别打我钱出去 怎么就打主意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如果吴婷买了 这栋房子的话 你可以跟他谈贷款 这样的话你的任务 又完成了一箭双雕啊 怎么也是啊 哎 人家不缺钱 怎么可能跟银行贷款 也是 嗯 可是咱就吴婷这么一个朋友 他不帮得谁帮咱啊 要不然这样吧 你带我一块去 你不好说我跟他说 我去给人修电脑去 你这干嘛去 你别捣乱啊 我告诉你 卫东 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 我也绝对不能放弃 哎 给米饭 好 给你个饭 走吧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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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卫东 这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吗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是这个感觉 来来来 直接坐啊 来 福姐 来 福姐 福姐 你这儿的风景可以收门票了 我告诉你啊 我天天看也就那样 我要是能在这床一天的话 我跟你说 我这辈子都不是 那好啊 你就过来陪我呗 反正我正常 没人跟我说话呢 真的啊 不行 我要在你这儿住上一天的话 我再回我那个破家 我不要有证据 哎呀 你可别这么说 你那家多好啊 虽然小一点 对不对 但是一家人在一起 喜乐融融的 这可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就是 还让吴姐说得多好 来 对 吴姐 你那个电脑在哪儿 哦 在楼上 我带你去 哎 好 别乱动啊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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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魏东 来坐着坐着 哎哎 什么情况啊现在 你看我这个邮件 就是打不开 最近啊经常这样 哦 没事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呃 我下载几个软件时 应该可以打开 好 那就麻烦你了啊 哎 没关系 那你忙 我下去陪黄柔 好嘞 吴姬 你这也太让人羡慕了你 什么呀 我还羡慕你呢 那挖苦我吧你 真的不是 你看你每天多充实啊 我呢 除了无聊就是寂寞 那你想没想过 自己投资干点事呗 投资什么 房地产 那是厉害的活 你千万别把房地产 看得那么复杂 你看啊 你买一栋楼 你就先付一首付 然后把房子租出去 把那个租金收上来以后呢 交按揭 二十年以后 房子就是你的了 你是让我当包租婆 这有什么不行的包租婆 我有一个朋友 就干这个房屋中介的 你要是喜欢 我让他给你介绍个房子 房子肯定性价比又好 房子又便宜 位置又好 我没想过这些 那你得为自己打算打算呢 要不然你天天这么待着 多没意思 这倒也是 不过要是买房子的话 就没必要按揭了吧 别别别 绝对得按揭 你觉得银行收了点你的利息 你是吃亏那一方是不是 但是长期 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的话 你是受益的 有一个什么公式来着 有个什么公式来着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